明明就是缺電 他自己也知道缺電 可是他不能承認缺電 所以他只好告訴你說 啊因為哪裡有瓶頸 哪裡有什麼樣子 那台灣其實現在最大的問題 倒不是你要再 桃園以北來桃園以南 而是你蓋下去之後 你真的有電給人家嗎 沒電啊 對啊 廠商喔 他們現在是預計要在這邊射喔 如果到最後他還是發覺 台灣沒有辦法給充足的電 你覺得他還會射場嗎 韓明哥怎麼看這個台電的 眼耳盜鈴的新聞 他現在很簡單嘛 明明就是缺電 他自己也知道缺電 可是他不能承認缺電 所以他只好告訴你說 啊因為哪裡有瓶頸 哪裡有什麼樣子 鬼扯 電網就拉過去不就結了嗎 那台灣其實現在最大的問題 倒不是你要再 桃園以北來桃園以南 而是不管再桃園以北來 再桃園以南 你蓋下去之後 你真的有電給人家嗎 沒電啊 對啊 沒有啊 現在何能還剩最後這3%嘛 最後這3% 明年以前大概也要除掉嘛 那明年一除掉之後 又少3% 請問一下這3%用什麼東西補 目前我們算起來 除了天然氣 你大概沒有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補 就是這樣子啊 最近我們國家一直在講碳碎的問題 你一個火力占80%以上 你去跟人家完成碳碎 任何產業在你這邊 出去就收30%碳 是啊 那問題是 台電現在用的是什麼方法 因為台中火力發電廠 其實裡頭還有空間 有 他在給你偷偷一直塞機器 一直塞一直塞 所以他不只要塞天然氣發電機組 他還要塞天然氣儲存庫 而且還要加壓站 大家一定就罵了嘛 對不對 你不是說不缺電嗎 你他媽在幹什麼 拿這個東西來賭 而且還說要成為AI之島啊 現在拿來AI之島 是AI之中南部 曾文森後來就出來講 你各位啊 不要再亂抱怨啊 全世界各國都是這樣 所有的AI廠商 都是自己去找 願意支持電網的州 或者是國家 是啊 今天北部沒有發電 沒有辦法蓋AI中心 是因為你們不夠支持我們設電廠 請大家到支持的中南部去 順帶一提 剛剛有網友講說可以去台南 錯 AI數據中心是整天都需要90%的電力 太陽能一天只有4到6個小時 是啊 最新的台電的說法是說 東北電網 基隆啊 台北 新北 這個電網 缺470萬千 所以缺電 所以不能在北台灣 不能在這邊蓋AI中心 他媽的各位 公投以和養綠還過耶 是啊 公投重啟核四 北部還支持耶 他媽是被你南部給我投掉了 結果你現在怪我北部 欸 核一 核二 核四 加起來 4900多萬千瓦的發電量 他媽結果現在跟我講說 東北地區電網缺470萬千瓦 大家記不記得過去民進黨一直在講一件什麼 你北部要承擔多一點啊 為什麼現在都是我們南部在發電 南電北送 很好笑 我們總共四個核電廠 三個在北部 只有一個在南部 北部本來願意承擔這些東西啊 是你不願意讓它繼續發電啊 最近中天的記者啊什麼都會來問我 我就直接跟他們講 其實你們不用再為已經沒救了 因為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鄭文森自己也說 未來三年就是台灣的中天黑暗期 就沒電啊 你還在發展AI 台機電還在加廠耶 幹哪裡擠出電來 廠商喔 他們現在是預計要在這邊設 如果到最後他還是發覺台灣沒有辦法給充足的電 你覺得他還會設廠嗎 不會啊 對啊 什麼 episode 我以為你看